少年的成长 如同一颗玻璃做成的星球互相运转 不同的星球像星星一样在空中相互回应 但玻璃发生碰撞时 只能碎裂吗 少年啊来我的玻璃星球做做 你很特别也很漂亮 这首歌曲来自于池秀 根本不是我对手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 房间里的大象 说到了大象 我们很多人就会想到 不管是大象洗地儿子 或者是房间里的大象 或是说大象的一些习性 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跟灵性相关的一些说法 那么也如同我在礼拜二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所说的 因为我来不及在那一天 跟大家来讲这个关于大象灵性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放到这个礼拜的玻璃星球 来聊聊了 但是在讲到这个大象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来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房间里的大象这样子的一个代表 那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呢 它其实就是讲说 大家会刻意的不去看到一些什么 会有点蛮刻意来去避免的 那像我之前跟大家介绍的一部动画片 暗房夜空 它里面的一个动画有一幕 也就是在画大象 其实也就是五行当中在指这个意思 但当然有更多人 他们对大象的一个印象啊 就会是像是小王子里面 那个被蛇吞掉的大象哦 不管是哪一种啊 只要发挥你的想象力 发挥你的感受 我认为它都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哦 而艺术呢 生活呢 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从来就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而已咯 所以啦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一层一层的 来聊聊关于大象的事情了 那么另外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哦 就是说因为现在正在防疫当中嘛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防疫当中 有一些剧团的演出 基本上就是暂停了 像是孩子剧团 目前他们六月中 要再飞去把演的 谁杀了大象这一部戏呢 目前是延期 而且是取消的哦 所以像这部戏 暂时是没有办法上演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先多做一点功课 等到它来日 再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对它有更深 更多的一个了解哦 今天欢迎你来到 我的玻璃星球 我们马上来跟你聊聊 这个关于大象的故事了 首先呢 其实我在一篇网络的网址上面 有来找到哦 那就是说关于这个 尼泊尔大象的一个部分啊 那其实网络上有一篇网址 它就是在讲说 有一个人 他以前去到印尼的一个小镇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个斗鸡大赛哦 那在斗鸡大赛当中 当然有赢有输嘛 但是输了的那只鸡呢 最后倒在血祸中身亡了 那那一幕就会让它浑身发凉 那这个作者长大后 它慢慢的去发现 动物根本没有义务 要来娱乐人类哦 那这种道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们却有好多人 都持续的一直在做耶 你知道像是在 孟加拉的这个动物园哦 他们就是禁止了 大象的骑程服务哦 因为孟加拉的国家动物园呢 他们是全世界第四大的动物园 他们总共有两千五百只的动物哦 其中有包含了五只的非洲大象哦 那后来孟加拉国家动物园呢 因为这个环境和管理不佳 就为人诟病哦 则是园区还提供了一个骑程服务啦 那这些像每天都要接待 至少一千名的一个游客哦 那有人会说呢 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集中营的一个状态 但是后来在动保人士 持续努力的呼吁之下呢 孟加拉国家动物园 他们就宣布了 所以就不会开始有这个大象骑程的服务 而且不会取消这一项决议哦 就是说永久的这件事情啦 那包含说像是要骑大象的一个部分啊 这个我们也有听过 在泰国也是如此的 对不对 其实就是不管是寻相师 不管是哪一种 就是一定要确认 就是他们对于这些动物 真的是好的 这个服务才是好的哦 那是这边都是在其他国外的例子 就不是那么好咯 在尼泊尔这里哦 尼泊尔这里有一个期望大象节 那这个地方呢 他们 呃 这个 呃 三十分钟会打母象二十三次 其实对于大象 大家比较有印象 就会是在这个 无名义小说家的这个单车式解析当中哦 有一名名字叫做阿妹的一个大象视角 看出去哦 写他的这个 在战争与迁徙当中的一个生死 以及疲劳啊 那这个阿妹呢 就如同我之前在五号阳光第三阶段的节目里面说到 他其实就是后来的这个凌望爷爷啊 他也曾经来到黄埔新村过哦 但是当时还不叫黄埔新村啦 当时还是旧的一个名字 好 我们言归正传来聊到孟加拉的这个国家动物园这里哦 那么尼泊尔这里 有一个知名的期望大象节 几乎是年年举办哦 不过在之前 有一部影片流传出来咯 这里呢 是这个 寻相师 他为了让大象做出各种娱乐人类的行为 拿这个棍棒 象钩 这些武器 打大象的头部和耳朵 但这一些其实是大象很敏感的部位哦 你打到就是 那个神经元其实是非常非常痛的 那有一头母象 他在三十分钟内 在影片当中就被打了这个二十三次 许多的这个 嗯 象啊 身上啊 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伤口跟伤疤哦 那这个影片传出之后 就有很多的赞助者就 整个就是退出了哦 那直到后来啊 哎 其实他们还有发现说 期望大象节的粉砖 还在贴着节日倒数的一个帖子哦 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说 这个节日到底怎样什么样才会结束呢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亚洲善待动物组织 甚至网路上还有一些终止期望大象节的一个连署 还有停止其他动物的娱乐活动 不参与不掏钱支持 少了市场需求 那许多对于动物权利的一个重视 其实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了 但是也不要说完完全全是做猎物 就好像我们在疫情当前的时候 我们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心态 就是我们会知道说不要随便的怪罪别人 因为没有人想要生病 但是可能会达成一些行为 或是做到一些动作 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无知 或者是我们对于事情的不了解 那寻扬者呢 寻向者 他可能还没有很足够的人文素养 或是他先天的这个环境上 从小到大的环境 教育到他就是如此 他并不知道世界的一个趋势 或者是说什么样 其实才是尊重每一种生命 那当然了 园区也是有可能 就会有缺乏的教育以及资源 所以除了说我们不去支持 这样子娱乐我们的一个动物行为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学习的管道 提供一些帮助给他们 让他们就是可以自力更生 让他们可以更知道说 其实怎么样做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而且不用去虐待动物的方式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像是对于大象来说呢 其实大象是目前有面临一些状况的哦 就是说象有一些病危绝种 就包含说我们以前在讲的象牙 我们以前在讲的是说 大象皮这一些其实都是有一些相关涉猎的哦 但是他从这一些的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大象他在自然的一个胎患过程当中 其实发生了一个离奇的死亡事件 在去年的7月31号的时候 台湾的网络媒体有报道哦 非洲有数百只的大象都离奇身亡了 那有专家就会担心 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危机 从这个去年5月以来 非洲国家波扎纳哦 他们就发现超过350只的一个大象的尸体哦 那目前没有办法确定死因为何 就是说呢 他可能都还在调查当中啊 可是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这个波扎纳 他拥有的大象数量占全非洲的三分之一哦 总部设在英国的国家公园救援团体呢 他们里面的保育专家啊 他们也有说这不只是保育的状况 也有可能跟公共卫生是有相关的一些影响的哦 那他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马上这边来简单的告诉你哦 其实呢 他这里呀 有一个状况就是会说 可能要来寻找到 有一些跟 呃 传染疾病哦 亦或是说有一些中毒染病 亦或是说感染了探疾病而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一些 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去排除 这些可能性的 那其实波扎纳的一个野生动物的保育员呢 他也有跟英国的媒体来投诉哦 其实当然除了说发生尸体之外 至少当中已经确定280只以上是身亡的 但是仍然在持续计算当中啦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 但是 哎 讲到这个大象 他的一个状况来说呢 其实 你们知道大象是目前啊 我们已知的动物之中啊 除了人类之外 会有这个丧葬行为的哦 那就是说大象当大家看到他的这个同类呢 或者看到有一个生命灵魂 他倒在树下 就倒在那边 一动一不动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说 哎 他可能因为自然界的关系 可能已经过世了 他们就会拿树叶树枝把他改到身上 进行覆盖 然后才会离开哦 所以这也是目前我们在现阶段的一个动物学研究 来说人类跟大象是有进行丧葬行为的哦 那当然了 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我们就有人发现了 其实你到了野生的 这个大象群的领地的话 你是不会被攻击啊 会被招待的哦 就是说他会帮你盖被子啦 只是大象的这个观点呢 他可能会想说 哎 他就是一个自然界陨落的一个生命 所以把它盖好叶子 然后再离开这样子哦 那当然了 其实我们不可能去永远会知道说 大象他的想法是什么 我相信每一种生命 或者是说每一种族群 甚至每一种灵魂 他都有他独立的思考方式啦 只是说 这也是我们目前在研究这些动物学 在研究这一些东西 我们所来发现的事情 因为像在研究这一些的话 无非也是帮助我们来了解大自然嘛 对不对 那你更直接更直接来说 动物园的管理员 总是要知道大象的一些习性吧 那另外呢 更不用说 我们都会知道一些 小猫啊 小狗啊 小鸟啊 他们的一些 不论是羊尾巴 或者是他们的声音代表什么 其实我慢慢的也开始 因为最近 我的生活圈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猫咪 所以我开始觉得 我身上都快长出猫草了 都快要跟猫咪完成一片了 我现在也开始 要来聊聊关于房间里的大象 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哦 那这边呢 我先播上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来自何维坚 假装不了 家庭博力随时有可能 在我们的生活美发生 发现家庭博力 恰随协作通报 一亿山保护转转 你的一桶电话 可以马上允许一条死命 对进步关心理 儿子啊 帮妈到银行会签个王阿姨好吗 怎么回事啊 昨天她用一个没看过的手机号码打给我 说是刚换新门号 今天就突然打来借钱 妈 这很像新闻常说的假亲友真诈骗 最好再确认一下 啊 那我现在就到王阿姨家里电话问清楚 接到亲友用陌生号码来电借钱 应透过其他联络方式再次确认 以免遭到诈骗 以上为刑事警察局广告 我们可不是感冒哦 都是你的乌贼车 害我们咳嗽了啦 请记得经常保养检修机车 能延长机车使用寿命 也能防止排出黑烟污染空气 尤其二行程机车 容易排放高浓度废气 建议您可以态换私行程 或电动机车替代 定期检修机车 可及时发现问题立即解决 避免零件故障 酿成车祸 此外 机车骑士 也不应该任意改变引擎设计 也不可拆除消音器 以免制造噪音哦 机车常检修 拒绝乌贼车 高雄943 关心灵 在这静静的夜晚 有人真心与你作伴 不管是悲伤还是快乐 高雄广播电台 与你一起度过 当一个天使的忧愁 来自Erica 刘爱丽 还有小雨 送面鱼的歌曲 继续回到玻璃星球的节目当中 感谢你来收听 跟你说一声晚安 我是马仕 马来摩的马是关长的事 感谢你再次的来到玻璃星球当中哦 马仕在这里 也跟你再一次的说一声晚安 在这个阶段的节目当中 马仕跟你来聊聊所谓的 房间里的大象 Elephant in the room 这个是一个英文的手语 那其实简单来说 它在比喻 某件虽然明显 但是却被集体的 视而不见 不做讨论的事情 或者是风险 亦或它成为一种 不敢反抗争辩 那某些明显的一个问题的 一个集体的一个思维 尽管这是一个英文的手语 但是近年来啊 因为中文上有很多人也来使用 那尤其在持修 他获得最佳新人奖之后 房间里的大象开始 大家就想说 房间里的大象到底是什么 哪里来的房间 有这么多的一个大象哦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短语呢 指的是 大象这么显眼的东西 或是事情 法律规范相当清楚 那原本应当对这件事 或误呢 我们总是有办法来形成的 结果中 我们却好像忽略它了 又或是指特定的一个社会背景 社会的心理作用上 或者是在更大的一个环境中 使得人们对问题的这个选择 视而不见 好来 从这边的一个说法上来说呢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种族歧视 那种族歧视它其实就是一个 房间里的大象的一个概念哦 这件事情 种族歧视我们都知道说 它不应该 或者说它有一些相对的规范 但是即便到了现在 它还是会出现啊 它依旧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像它这一个 就是可以来指 所谓的房间里的大象 或者是说 我们所来面临的这个 家庭压力 又或是说孤独感 又或是说焦虑感 忧郁感 这一些 好这一些 其实也算是一个变相的一个 房间里的大象的一个关系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要来聊的就是 关于这个房间里的大象 这个词 诶 谁创造出来的啊 在1814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了哦 这个呢 俄罗斯的预言作家 诗人伊万克雷洛夫呢 他写了一篇名字叫做 好奇的人的一个预言故事哦 他讲说一个男人 走进了一个博物馆当中 注意到了所有戏剧的事情 唯独 诶 这个博物馆里面 有一只很显眼的一个大象耶 之后呢 房中象就成为了一个习惯用语了 那么俄罗斯的作家 托斯托耶夫斯基呢 在他的小说群魔里面 有写到哦 诶 别林斯基 如同克雷洛夫笔下的 好奇的人 诶 唯独 没有注意到房间里的大象 但是呢 这个虽然在俄语上 它是一个发源地嘛 可是最早使用的哦 在英语上是出来的 因为依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记载啊 这个短语是从这个纽约时报 在1959年6月20号的时候呢 作为名誉在英语中先来使用的哦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诶 作为惯用语中所用的历史啊 其实诶 通常啊 通常可能还会比1959年早得多 只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一个科学 来验证的状况下来说 1959年是我们目前能看到 是最多的哦 但其实在1915年呢 其实也有人来稍微提到 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啦 不过呢 既然名字出来之后 就一定会有所谓的这种 不管是绰号啊 不管是叫错啦 等等之外 也会有一个概念代称嘛 那一个短语首次呢 以一个概念称 是在这个1882年的这个马克图文啊 他有一篇短篇的小说 最后白相师切记 他就是来讲到说 这个关于白相的这个大费周章啊 笨拙刻板啊等等的哦 那其实也可以在美国相关的一个法律书籍上 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哦 但当然了 这一些他还是有跑到别的地方去 像在剧本也就非常的多 比方说戏剧家的吉米杜兰特 他指导的这个白老汇音乐剧江湖女 当中呢就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说你带着那头大象做什么哦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咯 好但是关于房间里的大象这个词本身来说 因为他就是他可以指的是非常虚幻 他也可以指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目前呢 我们在应用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哦 还是以这个难题办法抗争这件方式 还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哦 但是会因为造成尴尬或是争执 或是触及敏感或是禁忌 所以都会被人刻意的忽视 比方说呢 哎种族我刚刚说了嘛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心理疾患啊 或者是亲生啊社会禁忌啊 或是说关于这个性别 关于性这件事情 其实都慕名的 他会成为一个房间里的大象 因为大家会害怕去讨论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哦 那如果说呢这个端语被套用在产生一个感情 预解而发生的冲突的话呢 其实他就会造成一个蛮重的一个伤害哦 那这件因为他也来描述过一个东西哦 就是描述了成隐症患者了 那这个端语普遍使用来形容 这个患者的朋友或是家人 都不想谈论他们的问题哦 进而产生情绪的一个抗拒 那在英文还有一句叫做 Seeing pink elephants 粉红色的大象哦 那这个粉红色的大象 他指的就是 是有酗酒吸毒所产生的一个幻觉的一个现象啊 所以他跟这个成隐的状态来说 也是有一点类似的 我们节目到这边稍微的简单的休息一下哦 马斯下一个阶段来稍微告诉你 关于成隐这件事情 他到底是怎么样造成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那如果说呢 你在听到这个房间里的大象 你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被命中 或者说你好像真的有一些议题 你真的平常不敢碰 你就会觉得很失望的话 其实我要告诉你 其实这也很正常 但是你不要隔背你自己 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有他擅长去讨论的点 跟他不喜欢去讨论的点哦 只是说我们不要去随便的歧视别人 我们不要随便的否定他人 我觉得我们做到互相尊重 那如果现在还做不到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来 我们一起学 马士也不是天生 就完完全全都能够包容所有人啊 即便到现在 我也还在学习如何尊重不同的声音 我们一起学习 我们一起更加进步好不好 反正现在疫情期间嘛 大家既然要在家里的话 不如就找一些快乐 幸福 开心的事情来做咯 我这边为你送上这个朱丽敬他的新歌曲 不过好也可以 一二三四 你很有钱哦 就平常找回来的零钱都放在这边啊 现在电子票证这么方便 把零钱拿去超商或捷运站处置就好啦 对哦 不然啊 这些零钱都只能宅在家 如果大家都把零钱拿出来用的话 国家就可以减少铸币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不然啊 北极熊都叽叽咯 把硬币处置到电子票证当零钱包使用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我是崔丽心 台湾有160万糖尿病友 我们来听听糖尿病关怀基金会 徐政冠副董事长的说法 既然糖尿病目前只能控制 我们就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应该与病为友 以病为师 面对 接受 处理后 就能活得精彩 自在 血糖一百 健康一百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 和大家一起乐活 减碳生活运动 开始 再升职 要 环保快 要 脚踏车 脚踏车 脚踏车嘞 不看这样 脚踏车被他的主人骑出去了啦 减碳生活新主张 平时节约用水 用电 多走路或搭捷运 公车 脚踏车等绿色交通工具 上班时可使用双面列印 或再升值影印资料 休息时间电脑开启审电模式 这些小动作都可以让地球更健康哦 节能减碳运动 生活住住可行 高雄94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首页人乐团的歌曲 活在自己的世界哦 继续来收听到高雄广播电台 FM94.3这里进行的节目是玻璃星球 我是马士 那利用这最后一点时间 我赶快来告诉你关于这个成因的事情哦 其实成因呢 它指的是一个重复性的一个强迫行为 其实这些行为 你在自己有的主观意识的形态下 你知道可能造成不良的结果 可是你能持续的在重复 这样子的行为呢 在根据病理上呢 可能是因为中处神经的系统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哦 那重复这些行为呢 也可以反过来 来造成神经功能的一个受损哦 那包含了物质的依赖药物的滥用 那像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毒瘾啊 滥用药物啊 或是酒瘾瘾瘾 或是性陈瘾 这一些甚至像是网络 试毒暴食 财迷工作狂 甚至像是暴食 诶这一些其实都算是在成瘾的一个范围内哦 如果说做过度的话 当然了 就会对你的身心健康造成很不小的一些影响哦 那在一些医学的一个观点来说呢 物质化 诶它会对个人和社会带来很显著的一个影响 包含说这个医疗费用以及并发症 比方说如果你有烟瘾的话 那就会常年的 危害到你自己的一个肺部哦 酒呢 则是会造成肝脏相关的一些病变的问题哦 那瘾呢 它当然也可以使用在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嗜好 那其实就做到我们之前 在幼症的时候 我们来聊到的这个认知行为 主要我们从小的方式来开始慢慢弄哦 那其实因为啊 这个成瘾的时候 它脑中的犒赏系统 在基因转入以及表观的一个遗传上呢 它出现了一个失调 所以有蛮多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原因啦 那是说 要治疗它的话 呃 我们要想办法 让我们从小小的一个小事情 小目标 慢慢的来提高它 其实才是有效的来去增加我们这个 康复 从这个成瘾的一个方式中 来复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可能性哦 但是我相信啊 以马仕自己的想法而言 北京马仕不是医生嘛 马仕是觉得啊 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相关的一个成瘾啦 那我们把瘾这个词换成一个词 习惯 或者是换成一个喜欢的兴趣 我们没有这个兴趣 我们不行 想法是 如果没有表演依据 我会没有办法继续的生活下去 那这个是不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因呢 诶 广义上来说是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名词抽换的一个状况啊 不要把因 这个字想得这么样的一个负面 我相信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还是会有要克服的困难 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相关的一个功课 像之前我在午后阳光第三阶段的时候 有跟你们聊到 就是因为水星准备要逆行了嘛 对不对 那除了说这一次这个水瓶座是重灾户之外啊 我还重新的去看了一下我星盘的东西 那我发现说 我的土星的那个位置哦 我们土星我们都会讲说那个是业障 或者是困难点 或是今生我们比较弱的一个地方 我的土星呢 就坐落在十二宫位当中 最弱势位的那一个地方啦 所以说呢 我要克服这样子的情绪 我要克服自己一个人的孤独感 这件事先天来说 我对于其他人来说 难度是更加高的哦 所以这也可能是为什么 可能我自己平常生活就会蛮固定的一个原因啦 但是我现在是有点想要打破 这样的一个规则我想要慢慢去找出说 我有没有办法不断的去创造一个新的关系 但是当然了 防疫为前提之下嘛 就是还是要顾好我自己的健康咯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顾好你的健康啦 感谢你今天来到玻璃星球的节目哦 我们节目这里准备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 最后呢 我为你送上这首歌曲 这是在中国的歌手 尚文杰 他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创作音乐人了哦 他之前啊 他是修法语毕业的 他创作了一首法语的歌曲 这首歌叫做夜之妙思 在夜的妙思里面 在夜的美丽当中 我要跟你说一声晚安了 我们礼拜一空中再见面咯 我们说一声晚安 拜拜